IT权播吧新奇互选早知道 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洗牌 目前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呈现出了头部效应 符合二八原则 但在印度竞争才刚刚开始 想独霸市场可没那么容易 在调查中发现 大部分印度人至今仍然未能拥有智能手机 绝大部分市场仍有150美元以下的低端机掌控 这意味着低价策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扩张分野的利器 一位国产手机厂商在当地的负责人表示 四年前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平均价格约为550元人民币 而现在至少卖到1000元 市场利润占比最高的苹果却在印度一再受挫 让人不禁感叹苹果也有不行的时候 在多家机构发布的数据中 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 苹果的市场混合已经从之前的2%下跌到了1% 相比在其他市场的表现 苹果在印度几乎可以说是无人问津 2015年当地政府开始为本地化定调时 中国手机制造厂商就迅速响应起来 苹果在本地设厂就显然有些迟缓 导致苹果本土化制造程度一直不高 此外尽管电商日益普及 但苹果仍然没有专门的线上策略 一位印度的零售品牌经销商表示 大多数时候苹果的销售都与线上无关 售价也是阻碍苹果在印度拓展的一大障碍 苹果在印度的销售依旧非常保守 不像我国一些厂商那么灵活 如非洲智能手机之王传英 进入印度市场后快速抢占了不错的份额 其他的如OPPO E加等品牌 早已有了一席之地在印度深入人心 而苹果至今还保持着那种 在线销售会稀释品牌价值的心态 不过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潜力 不允许任何厂商轻易放弃 近日有消息称 富士康将在数周内 与印度开始试产最新的iPhone 减去进口关税 降低售价以求增加销售额 你觉得苹果能靠心机在印度翻身吗